這樣我們以後就可以來個 龜頭比誰大了 等一下 你是要害Haley被黃標嗎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吳崔璃歡迎來到海外商第十三集 耶 不能這麼嗨 喔不能這麼嗨 今天邀請了 也有第一次來玩 也有上一次參加過的 第一位是我們喜天 我是有可能會發片 但也有可能不會發片的幾天 真的耶 那你有玩過海鮭湯嗎 我從小玩到大 就是那個嘛 一個男的吃了一碗湯 然後才流淚 為什麼嘛 對對對 最最輕的 OK的 林璇 我是說會上片 但是不一定上片的林璇 今天的海鮭湯題目 也是網友提供的 嗯 如果想要提供海鮭湯題目的話 可以寄信到這個mail裡面 除了給海鮭湯題目以外 也請留你們的出處 今天影片只要突破三千這樣 我們下星期四也會發 海鮭湯的影片 真的有突破過嗎 有 沒事有突破 OK好那我直接開始問 好 小女孩畫了一張畫 主題是我的家庭 父母開車載著小女孩 前往戶外野餐 小女孩把手放在窗外 看似一派輕鬆 到達目的地後 父母提議要玩桌米場 玩了幾輪後 換小女孩當鬼 小女孩倒數的聲音越來越小 回到家後 小女孩便殺了父母 請問發生了什麼事 不是 那小女孩是一路上又跑的嗎 你大概想得跟我差不多 就是他沒有上車 但是應該是故意的 哦 爸媽是有意要把小女孩拋棄的嗎 是 小女孩花了很久的時間才到家 不是 但其實還蠻快的 我以為是那種長大的再來報復 把手放外面有重要嗎 是 把手放外面 對我懂 我懂的意思 小女孩出門的時候是開心的嗎 Fore 跟一開始的我的家庭有關嗎 是 我的家庭跟載出去的那個爸媽有同一個人嗎 是 畫的內容跟這故事有關 不重要 畫跟故事有關 畫內容有關 畫這東西是要被拋棄嗎 不是 你們才那麼快我要全解出來 哇 哇 這幅畫老師有看過嗎 不重要 有得獎嗎 不重要 小女孩在畫裡面求救嗎 Fore 跟畫內容沒有關係啊 其實是跟畫這個行為有關嗎 畫這個行為嗎 Fore 畫的名字可能有關 我的家庭 他畫不一種的人嗎 因為媽媽以前是什麼 畫畫 跟 爸媽 什麼鬼 我什麼都還沒問 你可以先離親起來嗎 跟林茵有關嗎 有關 小女孩 殺爸媽的兇器重要嗎 重要 小女孩因恨去殺爸媽 是 他恨的點是他爸媽拋棄他 他跟他爸媽有血緣關係嗎 是 這故事必須講到小女孩為什麼也拋棄他 你們這個故事要理解也是 原因 動機跟過程 這回來的過程 不是 桌迷藏的過程 不是 手放在窗外的過程 要 放在窗外的過程有關嗎 手放在窗外的這個過程很重要 他伸手的時候是在車子進行的時候嗎 是 他是像別人伸手嗎 不是 他在求救嗎 不是 小女孩他是抱著出去玩的心態 出門的嗎 不是抱著出去玩的心態 他又可以在車上很輕鬆 爸媽想要訓練他成奧運國手 去 放 你不要 小女孩在車上是醒著的嗎 是 他手都放在窗上嗎 放下來的時候睡著的嗎 他手在那邊是有手勢嗎 對 他手在那邊是有手勢嗎 對啊 有做事情 做了這件事情是為了什麼 動作 他想抓住什麼嗎 是為了好玩嗎 他想要感受一下那個 啊 好想要抓內內是不是 你說什麼時數多少會 然後就抓 對對對 車子裡面很擁擠嘛 好 講目的就好 他手目的就好 他強調看似一派輕鬆 所以他是很激動的強調 他在威脅爸媽嗎 好 走伸出去的時候爸媽有看到嗎 不重要 不然這樣來好了 我們先釐清其他的 他什麼事沒釐清他 我再給你們一個提示 他回家跟手在外面有空 手沒伸出去就不回家了 對 有語病喔 但是是 手伸出去才有辦法回家 怎麼樣手伸出去才能回家 手伸出去想要回家有關 所以他原本就知道他會被拋棄 是 等一下他原本就知道自己要被拋棄 他老早就知道這件事情 在什麼時候知道 畫畫師就知道了嗎 不是 出門前知道了嗎 是 是不經意的發現 他往窗外丟了什麼嗎 是 這一點就好了 丟東西這個我們直接統稱作記 他是不是跟糖果屋那種一樣 丟石頭 對對對好來繼續 他一個 他怎麼發現 那幅畫小女孩的部分被撕掉了 就是很簡單 丟一下那一 他偷盡到的嗎 是 他做了什麼事情 我還做的地方 去廚房偷吃野餐的 他躲在櫃子 嗯 就是 真的我覺得我可以每輩子都也猜不出來 差不多解出來 小女孩的父母因為盡情狀況不佳 養不起小女孩 決定要把他丟掉 畫好我的家庭的小女孩 開心拿著畫想要和父母分享 無意間聽到這段對話 隔天父母提議要去飲餐 小女孩知道自己逃不了 他將手擱在外面 裝出一派其從 其實是在偷偷在做回家的記號 倒數聲音越來越小 是因為小女孩知道 父母已經默默離開了 跟著記號回到家 小女孩決定殺了父母 我們差不多 對啊我們猜是差不多啊 我讓你把動作開始 他也可以說是不小心聽到 也可以想的 也互相都有寫 有電嗎 該不會剛才的聲音都沒錄到吧 你再換 你再換另外一顆 OK OK 故事是這樣的 某天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被綁架 老二跟老三長得像 而老四跟老五長得像 大家都對老大言聽 寄從且互相都有寫關係 被綁架後的過了一天 幫匪放了老四跟老五回家 使之老大覺得自己跑不出去了 再過一天 放了老二跟老三回家 這時老大已經覺得不抱任何希望了 再過了一天 老大也回到家了 之後 警察找到了幫匪 判了殺人罪 為什麼 老大覺得自己跑不回去 這五個人裡面有人死掉 是 死的數量是 只有一個人 是 老大是被殺的那個 是 跟老大怎麼死有關嗎 不重要 人聽計程 題目裡面每個都有主動 跟放的順序有關係嗎 是 殺人的人 跟他們五個人有些關係嗎 不重要 他們認識嗎 不重要 綁匪的目的是錢嗎 是 老四跟老五是 綁匪主動自放的嗎 是啊 綁匪是打算只釋放一個人的嗎 不是 這句話裡面有錯 老大有跟歹主談判嗎 不重要 這句超難的 你們要跳躍你們的思想 他們原本最早的時候 不是 欸 等一下 所以他們原本被綁架的時候 五個並不是都是物 不是 不是人 他們是動物嗎 不是 他們是物品嗎 不是 這樣子整體就不合邏輯 他被判殺人罪 對啊 這不合邏輯啊 誰不是人 誰不是人 老大不是人嗎 不是 成雙成對的不是人嗎 是 一個是人一個是物嗎 不是 這五個裡面有人嗎 有 就是有人有不是人的東西 我講什麼 沒電 老四老五是道具嗎 不是 等一下他換電子等他一下 不是 生物不是物品是什麼 越來越玄了 反腿放了老四跟老五回家 實施老大覺得 跑不出去 放了老二跟老三回家 就是老大覺得 已經不抱任何希望 老大跑不出去 所以他們 老四跟老五感覺 像是一雙鞋子之類的 欸 欸 他說有血緣關係 喔 我懂了 那是他的腳 是 這不是五個人 趙薇等一下 知道了 先把腳剁掉之後 他是被斜肢分 他是被分屍 一個一個寄回去的 腳先被剁掉兩隻 送回去之後 手剁回去 某天有一個人被綁架 綁匪要求淑貞 過一天淑貞 一道 砍了人質的雙腳 屁毀了人質家裡 再過了一天 其實這故事就好沒有 淑貞 又砍了人質的雙手 抵不去 最後一天砍掉了頭後 連同身體 進入出去 之後請他找到保陪 判了殺人罪 他只是手跟腳 就是 給了一個概念 這樣直接取出老二老三 對啊 算就是要誤導 這比較有血緣關係 這根本就是 憲哥來說是 你知道什麼是血緣關係嗎 不問作者啊 我們也有個被公開作者的名字跟地址 電話之類的 你不要說什麼作者的血緣關係 然後一個個被送回家 好 接下來第三題 伊莉莎白與伊莉莎白是兩個人 不但同名還同年同志同月生 兩個人住在同年社區 從來都是最佳時蕩 兩人的一生還有許多奇妙的巧合 同期學校後來考上同一進高中跟大學 後來也在差不多時間點結婚 而最近兩個人都懷孕了 但不久後兩個人再也不是時蕩人 就是因為伊莉莎白的緣故 才害死了我那尚未出生的孩子 其中一位伊莉莎白這麼說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讓感情稍後兩個反目成仇 我們可以分伊莉莎白A跟B嗎 是流產嗎 他說未出事嘛對不對 是 伊莉莎白A流產嗎 是 伊莉莎白A是被B序 用死小孩的嗎 是序醫 真的 是序醫 所以是伊莉莎白B 本人導致的 還是間接導致的 我不能回答 他是間接導致的嗎 為什麼會間接導致的 跟伊莉莎白的老公有關嗎 有 其中一方有沒有想要蓄意模仿 另外一方的男生 好朋友 然後名字一樣 怎麼都一樣 伊莉莎白B 想要孩子嗎 不是 伊莉莎白B 想要打掉孩子嗎 是 因為長得太像不然你答錯了 是找醫生 打孩子嗎 是 伊莉莎白A 是替代了伊莉莎白B嗎 是 做他 然後名 回後伊莎白B 並不想要孩子 決定到醫院把孩子留掉 而想把孩子生下來的伊莎白A 得到了 傳檢是不是 醫院打營養針 醫院很專業的在打針前確認了 病人的姓名與生日 要留的針就這樣錯誤的打在 烏烏的伊莎白A身上 他再也不想要看到另外一個伊莎白A 過去同名同生日等等的巧合 現在對伊莎白的時候都像個詛咒 讓他的孩子跟伊莎白一樣流掉了 這是一個問題 醫院應該他會知道兩個伊莎白吧 有可能有這種巧合啊 他們平常的習慣都差不多 就只有對孩子這件事情是不一樣的 用這種思考邏輯去想的話 就不太像海龜湯 就是還蠻快就順水推就出來 唯一要腦人只是伊莎白A跟B 就是他沒有什麼很有深度的東西 他只能夠用伊莎白來誤導你 嗯 來 今天這三題 我喜歡 我再喜歡 我覺得第二題如果換個問法會 對 我覺得第二題如果說 蓄勢的方式再好一點 有一些比較有耐上 可是海龜湯畢竟反正就虛幻了 這沒錯啦 最後一題算誰了 起天 起天啊 所以你呢是龜 龜王 龜是龜王 海龜湯的頭嗎 對 妹波他也是 然後都沒有先生 這樣我們以後就可以來個龜頭比誰大的人 等一下 你現在還黑的方式這樣 誰是海龜頭王 真的好 好啦 那非常感謝兩位 見 謝謝謝謝 耶 如果各位有任何想要投稿的話 可以投到這個mail 記得來留下你的出處 如果問題太爛 底下的資訊欄會有你的名字 沒有沒有 我們每一題都會看過 然後會超出幾題 追問這樣 好 那一樣 今天的影片突破三天 在我們就拍下一部海龜湯系列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觀眾如果喜歡這影片的話 在下方可以連結 那可以訂閱我們的阿拉頻道 支持我們的阿拉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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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下週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